就算老婆阻止过也要噗!无尊隐藏至今突然公开她皱脸竟是因为,这原因也太暖心了。 无论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,无尊都把老婆林丽颖保护得很好,从不公开露脸,导致很多媒体和网民都很好奇她长什么样子,直到今年情人节那天,公开了老婆的正面照,此举让大家惊讶不已。 因过去两人非常低调,老婆即便上节目,不是已被引入镜,就是戴住口罩,因此她突晒出老婆的正面照,让粉丝都非常开心。 她25日透露,原本要公开前,太太一度阻止,但她还是决定公开的原因是,我觉得是开心事,又是情人节,况且我们有96年,交往,至今已经一起20多年了。 无尊曝光晒出老婆正面照的背后原因 图翻射无尊微博,根据香港媒体东网OnCC报道,无尊25日于澳门出席某品牌活动,被问及为何会决定晒出老婆的正面照,她透露当时并没有特别规划,是在情人节的两天前,才突然有了这个想法。 与太太商量后,对方原本也同意了,但是随后把发门给对方过目时,她说不好看,不要放,但我说没关系。 其实也明白她是紧张和害怕,但我觉得是开心事,又是情人节,况且我们从96年,交往,至今已经一起20多年了。 无尊在情人节当天,曝光了老婆的正面照,图翻射无尊微博。 随后,无尊也透露,在照片公开后,太太又被感动而且觉得非常甜蜜,不过朋友都被吓到了,误以为是她一时手务发错了照片。 在被问到是否会全家人一起参加综艺节目时,她表示,老婆一定不习惯,之前在爸爸去哪儿,她曾经住近几分钟,但是因为身体不舒服,需要戴口罩。 导师女儿李李,却非常享受参加节目,评论何时可以再参加,但是她觉得小孩应该先把学业照顾好,因此暂时还没有再接亲子综艺节目的计划。 。 。